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片于1994年上映 故事发生在1947年 银行家安迪被指控枪杀了妻子及其情人 安迪被判无期徒刑 这意味着他将在萧生克监狱中度过余生 第二部 控方证人 豆瓣评分9.6分 该片于1958年上映 是根据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原著改编 讲述了英国刑辩律师为谋杀罪 嫌疑人辩护的故事 第三部 霸王别姬 豆瓣评分9.5分 该片于1993年上映 该片自李碧华的同名小说 影片围绕两位京剧灵人 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 展现了对传统文化 人的生存状态及人性的思考与领悟 第四部 美丽人生 豆瓣评分9.5分 该片于1997年上映 讲述了一对犹太父子被送进了纳粹集中营 父亲利用自己的想象力说谎 说他们正处在一个游戏当中 最后 父亲让儿子的童心没有受到伤害 而自己却惨死的故事 第五部 这个杀手不太冷 豆瓣评分9.4分 该片于1994年上映 主要讲述了一名职业杀手与一个小女孩的故事 第六部 阿甘正传 豆瓣评分9.4分 该片于1994年上映 描绘了先天智障的小镇男孩 弗瑞斯特·甘 自强不息 最终 傻人有傻福地得到上天眷顾 在多个领域创造奇迹的励志故事 第七部 新德勒的名单 豆瓣评分9.4分 该片于1993年上映 该片包揽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七大奖项 及第51届金球奖的七项大奖 第八部 十二怒汉 豆瓣评分9.4分 该片于1957年上映 影片讲述一个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 被指控谋杀生父 案件的旁观者和凶器均以呈堂铁正如山 而担任此案陪审团的12个人 要于案件结案前在陪审团休息室里讨论案情 而讨论结果必须要一直通过才能正式结案的故事 第九部 机器人总动员 豆瓣评分9.3分 改片于2008年上映 故事讲述了地球上的青枣型机器人 瓦丽 偶遇并爱上了机器人夏娃后 追随她进入太空逆险的一系列故事 历史部 泰坦尼克号 豆瓣评分9.2分 这部电影我想大家再熟悉不过了 是一部比较经典的爱情故事片 这十部电影你看过几部呢 不过还有其他豆瓣高分电影 如《千语千寻》《盗梦攻坚》 《海上钢琴师》 《三傻大闹宝莱坞》 《终犬八宫的故事》等 喜欢电影的青们不妨去看看 绝对受益匪浅 好了 每日都有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